历史上凡子输输输输到最后,他就当大官了 赢赢赢到最后,他就死路一条 你去看好了 你看三个原因就好了 只要孙权亲自出马的都输 他的部将出马都赢 曹操自己一出来就输,他躲进去就赢 你看妙不妙 为什么将军出战都会胜,元帅出战都会败,什么道理 叫做上天有好生之德 各位想想看,如果曹操每次出战都赢,那他的部将完了 一战败就杀,一战败就杀 现在曹操一出战,搞得你的胡子也拔掉 搞得快逼没有了 他的部将一输,他会讲 胜败乃兵家长生 你如果自己都拜过,没关系 就这样简单 一个人没有失败,你去当元帅太危险了 你去看好了,都是一度输到底的人,最后当皇帝人 好好去想想这些事情 我所讲的话,都在《易经》的经文里面找得到 因为中文他已经用得非常熟悉的,非常熟悉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